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草鱼特别好吃的懒人做法 不油炸,不水煮,鲜嫩入味,做法特别简单 这个草鱼大概有三斤重,我们首先把鱼鳍剪掉 然后在鱼头和鱼尾处各划一刀 鱼头处有个白色的小点,这个就是鱼心线,一边拍打一边拉 鱼心线很容易就出来了,另一面也同样处理一下 一刀留着下车炖汤喝 然后切成两厘米的厚片 再改刀切小一点 放入碗中 加入两勺食盐 一勺料酒去腥 两勺生抽 半勺老抽上色 最后加入一勺油辣椒 用手给它抓拌均匀,使每一块鱼肉都入味 炸匀之后腌制十分钟 准备一根大葱切成圈 适量的大蒜切成片 一块生姜切成片 准备一个洋葱对半切开 然后切成丝 再把它抖散 放入盘中 准备一块豆腐先从中间切开 切成片 放入盘中 准备一把海鲜菇切成三段 放入盘中 砂锅中加入少许的油 下入几粒花椒炒香 倒入洋葱铺平 倒入海鲜菇 倒入海鲜菇 再放入切好的豆腐 放上腌好的鱼块 加入一罐啤酒 盖上盖子 大火炖十分钟 时间到我们打开看看 哇 好香啊 香喷喷喷的 满屋都是这个香味 再撒点小米辣 韭菜段 没有韭菜放入葱段也可以 炒鱼这两座鲜嫩多汁 而且特别的入味 有一种入口奇葩的感觉 看起来太有食欲了 里面添加了各种蔬菜 营养丰富 当然小孩都爱吃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嗯